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蒜环的炒饭有着黄金兑满屋 黄金百万两的玉影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先将这个蒜环剪出来哈 洗干净之后呢 再剪成寸段 剪好之后呢 每隔两三天喷一次水哈 然后将它放在阴凉不透光的地方 隔十天半个月以后呢 又可以再首割了 这蒜环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一些这个瑶珠丝哈 剪成四一丁的胡萝卜 还有这个芹菜丁哈 好了 马上开始就说 炒饭的话呢 最好是用隔夜饭哈 然后呢 将那个饭团呢 都轻轻的给它搅拌开 将它分开哈 不要让它剪成团的 将饭力弄松散之后呢 就加入蛋黄哈 蛋黄的量呢 就按你们准备的那个饭量多少 准备哈 然后将这个米粒和蛋黄 充分的混和均匀哈 这样呢 这个炒出来呢 才有那个黄金炒饭的感觉 好了 蛋黄还有这个饭力混和均匀之后呢 我们就将它放回冰箱里面 冷藏半个小时备用哈 至于这个蛋白呢 我们也不能浪费哈 加点盐 还有胡椒粉调味 然后将这个蛋白和调味料呢 混合均匀备用哈 现在呢 我们要勺了一口锅哈 加上一层油 滑过以后呢 就将这些油倒出来哈 然后再重新加上一勺凉油哈 现在呢 我们要将这个蛋白炒散哈 一夹到锅中呢 就快速的搅匀 蛋白炒到这样的程度呢 就可以撑出备用了哈 接下来呢 再烧热一口锅哈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点猪油 猪油烧热之后呢 调至中小火哈 然后将这个瑶猪丝呢 下锅爆香 瑶猪丝炸成金黄色呢 我们就可以取出备用了哈 剩下这个油呢 现在可以说是金黄了哈 现在呢 我们开大火 然后将这个米饭呢 下锅炒香 这炒饭炒干之后呢 我们就倒入这个芹菜粒哈 还有这个胡萝卜丁 稍微翻匀之后呢 就加入这个蛋白哈 还有瑶猪丝 再与少许食盐调味 其他调味料什么都不用了哈 调好味道翻炒均匀之后呢 现在来到最后一个步骤了哈 就将这个酸汗呢 夹到锅里面 快速爆炒出锅 防止它熟水汗 黄金蛋炒饭 祝大家 费人管劲 黄金专满屋 来 咖啡